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高速 也是兵华的高速试卷 我们先看选择题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可能解决选择题的部分而已 OK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若x减1除多项是fx得到于是3 这一边我们就可以先写一下 它应该它的意思就是f2等于3 对吧 以x减3除fx于4又是4 所以也就是f3等于4 OK目前还是找到这两个 再来 挑选了给这里 那么以这个x减2跟x减3除fx得到的于是多少 那这一边呢 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的这个除 他们的这个除的东西呢 是x减2 x减3 然后呢 cushion是多少 我们不晓得 但是呢于是来讲我们 因为这两个呢乘起来 它会有x平方的出现 所以于是来讲呢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形式可能是ax加b的这种形式 一定会比这个这里最高次是x平方 这样它就会降一级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这样这个a跟b要怎样找 其实呢我们就带2跟3进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带2进来啊 f2带进来 这一边会等于0 整个前面的这一项去掉变0 然后因为它等于3 然后呢这里我们再带进来啦 这个是2a加b OK同样的f3等于4嘛 这个3带进来 就会得到0咯 也是一样前面等于0 但是这个带3 所以是3a加b OK 所以过后呢我们再进行连力 用2减1的话 我就会得到 这个4减3得到1 3a减2a等于a 然后b减b去去掉 所以我们知道a是等于1 过后呢b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带进行迄行1号 这里是1的话呢 这里是2 就会1乘2等于2吧 2拉过来就3减2等于1 所以我们的b也是等于1 换句话呢 那个于4呢等于多少 于4是等于a1x加b嘛 这个是于4嘛 所以a又等于1b又等于1 这样它的于4呢就是x加1啦 所以它答案是boy 答案是a 所以啊那个答案是a 看一下 还来OK 还来 但是a 我还来讲多个 这样子啊答案是a 好我们再看下一题 我们应变了我们再对一下答案了 第二题 如果不等是x平方减px减q小于0 它的解是2到3 2到3 则不等是 的解又是如何 我有点高思维的感觉 一样 这一种题型呢 我们 我好像在数学那边有出现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倒转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既然它的这个解会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因为它画数线啊就是2跟3 然后呢从右边开始是正负正啊 我好像有跟你们提过的 所以如果它是夹在中间的话呢 应该就是小于0的这个部分了 也就是说我的那个解呢 应该是x减2 x减3 然后小于0 那对 如果展开它的话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 啊减3x减2x减5x 最后呢 3 2得到6 应该就是这样子啊 得到得到 是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p呢 会是5啊 我的q呢 应该就是等于负6 对不对 好 这样子来看啊 啊 所以现在它问你另外一个方程式 往下写了 另外一个方程式 qx平方 减px减1 大于0 请问它解又是什么 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把那个 负6x搬进来 负5x减1 全部减减减减减减减 我就把它变成加 对吧 加5x加1 这个 我全部乘以负 然后我这一边符号就要倒转 小于0 小于0 过后呢 这个呢 是3x 加1 2x 加1 小于0 所以我的解呢 就应该是在 这个是减2分之一 这是减3分之一 减2分之一应该是比较小 减3分之一应该比较大 所以呢 他应该是夹在中间 因为小于0 OK 答案出来吗 东西 答案 什么 这样了 呃 不晓得 反正就是 图的几个这样啊 大概就很好 OK 做这个题 东西是你要解了 OK 可以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函数 y等于根号 绝对值 x-3 加上log x-3 它的定义域是什么 呃 定义域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说 他我在什么情况下 哦 我的这个东西呢 是符合的 呃 只要有根号的出现 你就要知道根号里面的值 根号里面的值 要大于等于0 OK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呢 我们把减3拉过去 OK 减3拉过去 就是这样子 绝对值大于3 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他的正 他会大于3 或者小于负3 OK 所以这里呢 我们得到了两段的那个解 但是呢 我们在在看一下log 啊log的条件好像也是有哦 log好像也是 这个x-3呢 好像必须要大于0 这个又不能等于0了 啊 他不可以等于0了 log0好像是不 log0可以吗 好像不行的吧 因为什么东西的多少次方会等于0 好像拿不到0的哦 OK 所以这个不可以等于0 他可以等于1 啊 OK大概是这样子吧 哦 因为那个log的 当然你稍微的也可以用 呃 用方讯的那个概念啊 去想一下 到底log的符合的值是说多少 他其实他的log的那个图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呃 x趋向于0和会是一个渐进线哦 这样 然后他可以往正的方向 所以也就是说他不可以等于0 啊 就大概是从图 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边呢 我们就知道说他x必须要大于3 所以这两个条件的同时要符合的情况下呢 呃我们只能选x大于3的哦 哦因为这里 跟这个的条件是m的关系 所以最后呢 我们只能选x大于3 所以答案是A 我说这个挑选上面也是一个呃 一个一个技巧哦 有些学生就做到这里了之后 呃这个哦 这个他会觉得哦 这个嗯 这样应该是拿这个啊 答案就是C 这样其实你的概念上啊就是弄错了哦 所以你要概念要很清楚 哪一个情况是哦 哪一个情况是n 因为这两个是n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要找overlapping的部分 可以啊 OK 这样子好 再来看一下第四题 如果fsinx等于cosin-cosin2x的话 则fcosinx等于多少 哦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难 这样哦 A 应该还可以吧 这一边因为cosin2x 我们有三个公式可以用 第一个是cosin2-3平方 那如果我是只有sine的话呢 我我可以用 1-23平方x 也就是说这个负乘进来的话呢 就是23平方x-1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换去 只有x它就会是2x平方减1 这一边的话换把这个x换成cosinx的话 它就会变成2cosin2x-1 也就是cosin2x来的 OK so 答案出来了 tongki 可以tongki 可以理解啊 可以可以想到 OK再来看一下第五题 无穷极数 的核 我们知道无穷极数啊 这个 等比无穷极数的话呢 公式是用1-1 除以 A除以1-R 然后R其实有条件的 R必须要小于 R的绝对值小于1 也就是说它在负1到1之间的一个值 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 所以如果它告诉我 这个是等于54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呢 我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 反正我就先先放着啊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呢 它告诉我第二项 是-60 也就是说 第二项其实是A乘R -60 还要找首相 也就是说我要把那个R给去掉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我把R设成-60除以A 把它带进来 我解除A来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就会有54 等于A除以1-1-60-A 这一个凡分数还蛮难 还蛮难处理了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把它乘过去 对面就等于54 加上 6424 6-5-3-10-3-2-6-3-2-4-0 然后A在这里 然后呢 每一项乘以A我们就有54A 加上3240等于A平方 也就是说 A平方-54A-3-2-4-0 我们偷懒一下 按计算计8 那数目有点大的恐怖 A Equation 2-degree A-1 B-54 C-5-2-4-0 希望我没有称错 哦 这90 跟-36 所以A是等于 A-90 A加36 所以最后的解释 A等于90 或者A等于-36 可以是负吗 -36好像不符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R的值必须要小于E的 所以如果我是36的话 我36带进来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的这个R的这个值呢 就 60除以36肯定就是大于1的值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符合的 因为 R等于-60 除以-36 6 10 然后 这个再约一个 2 就会是等于3分之5 这个是大于1 这是不符合的 情况 OK 所以我们的A是等于90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陷害的 很坏的陷阱啊 很多人去选B A which is wrong OK 原因是因为我要得到无穷极数的话 我的R必须要大于 我的R呢不可以大于E 它必须要小于1跟-1跟-1 大家懂不懂 懂不懂说这个R的 是有一个限制的 我才可以找无穷极数 好 第6题 第6题 以至这个逆矩症不存在 什么情况逆矩症会不存在 它的行列4等于0啊 这个 如果你知道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话呢 就蛮简单的 我就直接把这个行列4 直接这个行列4等于0 那就可以了 当然你 哎呀 当然很多学生讲 老师我要怎样啊 去整理啊 什么第一项减第二 第一列减第二列啊 等等的啊 怎样怎样的是手法 呃 这题因为它只有一个X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你因应成 应该也没有很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相乘等于11X 这三个 相乘就是你起 你可以列两行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列多两行 然后呢 这三个相乘等于7 731 这三个相乘呢 就得到 53 15 515 65 这三个相乘等于 负 35X 这三个相乘 减减变加13 这三个相乘 等于减33 OK 过后不难的 我们扣一扣 11 11 11-35 -24 -24x 然后 -65-21 加13 减33 24 加24 等于0 这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X就会是等于一了 对不对 也就答案是boy 给这个情况了就是说 没有 没有逆矩症的一个情况了 好行列是等于0的时候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对不对 第一题看看 OK 第一题 X 加1 做法就不堪了 然后第二题 负二分之一到负三之间 OK 应该做法跟我差不多 再来这一个 要取X大于3 OK 答案是A 再来这个 呃 做法好像跟我也是一样 因为答案是Donkey very good 第五题 看到吗 陷阱 因为R要小于E 不符合的 啊 说这个答案是 90而已 90 A对就是C 再来这一个 行列是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没有做任何处理 就应应成而已 啊 所以跟我的做法一样 因为有时候呢 到 很多学生呢 就想说处理这个行列是的时候呢 弄错啊 就更糟糕 对 很像这种情况 他 应应成应该也没有说太难了 我们就应成的 OK 好 这个第 这个前六题 还有半小时 我们看一下第六七题了 OK 第七题 小明向钱庄 借了100万 令吉 按年利率8%计算 一年后 的每一年 小明以等额的方式 还债 为期十年 什么意思呢 一等额的方式 按年利率 为期十年 他每次需要还多少钱 哎呀这些我不是很会算 这个好像是跟期望值有关呢 有点像等比输略 这样子 而且他还款了之后 他还款了之后 他那个利息又降低 对不对 好像每一年的利率都不一样哦 每一年的利率都是8% 但是他10年后 但是他10年后 会还完 完 但是他还款了之后 呃 他利率是不是会应该要减少 他是以负利计算的了哦 这一题 我们直接看他的答案 怎样做 好不好 这题 我不是很想要 我不是很熟练了哦 OK好 他的做法是这样的 每一次还A的话 每一次还A 每一次还A A乘1.8 那他算什么呢 每一次还A万令吉 然后 呃 10万 他的看法 好像就是 100万是他的总额 然后 第一年 他就乘以1. 1.08 这个 这个好像是他他们的公司 来的 我也忘记了 那个整个概念是这样 这个是说他的 呃 100万令吉是他总额的 借出去 借的钱 然后呢 每一次他还A万令吉 然后 第一年其实说他的 第一年的利息其实是 是1.08 乘以这个100万 然后 因为他还了A他就要减A 这样子 然后呢 过后呢 另外一次呢 他就要乘 呃 反正就是说这个 第一笔钱A呢 他就扣 要扣掉嘛 然后呢 他就是 这个呢 是 乘了一次 1. 1.08 这个是乘了一次 两次 啊 三次 四次 以此类推 然后呢 他把A抽出来了之后 这里呢 会有一个等比数列 所以他的A为1.08分之1 然后他的等 他的那个工比呢 也是1.08分之1 然后因为这里有10次 OK 呃 他有10项 然后他的 呃 做等比数列做出来了之后 再拉过去除 所以他每一年 就还14万 所以你相等于 其实你会看到呢 他的14万来讲 14点 14.9啊 14.9啊 也就是说 敬畏的话呢 大概是15万 如果我们讲说15万的话呢 乘以10啊 其实你是要还 呃 150万 所以你10年内还完 你借了100万 但是其实你是要还150万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讲借钱啊 这个银行的这个利息啊 你讲利息才0.8% 我不是应该 呃 只是还8 我不是应该只是 呃 8%而已嘛 但是你要知道 第一年8% 第二年又8% 呃 算到来每一次的8%乘上来了 呃 乘了10的话呢 照理上的是80% 但是因为你还了钱之后呢 他又要把它扣掉 所以他整个人那个计算是相当复杂的啦 我给受这个 这个其实是新的新编的那个课本呢 啊 另外的放进来的 哎 说这个是我我也不太很不太熟练 这一这一这个提醒好像是受发没有出过了 哎 说我们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出哈一个 我给受文科班才会有 然后离科班没有的一分 一一一一提醒来的 OK 所以我们画一下了这个15 15万 做你参考他的做法 在 看回去课本哦 这个我不是很熟 我也很老实的跟你讲 我不是很熟 OK 第八题 呃 每班有40人 呃 在某次考试中 数学科的平均 分数为60 分 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叫 平均分数是me 然后60 标准差Sigma是等于12 给这个应该是用那个 等等呢 还有40人 N等于40 哎 但是那个选项 给我感觉他没有 这个不是 怎样讲 应该是不需要计算的 是考概念吧 OK 将最高分跟最低分去掉的话 重新计算其他38人的 成体得到新的平均数为me 跟平均数为 Sigma 那么哪一个数据 呃 叙述是正确的 OK OK 很好 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如果去掉最高分跟最低分 我的me 会不会改变 不晓得 不晓得 无法确定 OK 这个me 不无法确定 他可能是大锅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大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到底跟这个 me 呃 跟这个me 偏离多少 OK 如果是 最大值 偏大 最小值 没有这么小的话 那他整个的值可能就会下降了 哎 对可以这样讲吧 所以我去掉了这两个数目的话 我的这个 sigma呢 肯定是小的 肯定会小过12 所以这一题啊 我 我的 得到的结论呢 应该就是B 这个不需要计算的 这是考概念 不了 OK me 会多少 会变大变小 我们不晓得 因为我扣掉一个大 扣掉一个最小 平均 你要看一下这个最大值 跟最小值 到底 啊 离开这个平均值多远 如果是平衡上下一样的话 这样 这样这个me是不会改变 甚至会有不不改变的一个情况 OK 但是那个sigma的话呢 他一定会变小 因为最大值跟最小值 他的这两个值来讲呢 他会 呃 肯定是最远离这个平均值的 所以去掉了之后 我们sigma肯定会变小 OK 大概是这样子而已 第九题 OK 就下一题了 不要讲这样子 OK 六个人排成一排 甲乙丙三人中 任何人都不站在一起 任何人 就是这三个人不站在一起啦 哎 这三个人不站在一起 可能可以用穿插法吧 哎 这个可以用几种做法 但是三个人就不好 如果三个人要做倒扣法好像不容易 OK 因为你要看两个两个连啊 三个三个连这样子 OK 所以这里用 嗯 我觉得用穿插法 也就是说我三个人先排啦 三个人先排就是Santa Victoria 过后呢 他有四个空隙把这 加以柄三个人排在他们的空隙 这样他们就肯定啊 不会相邻而做了 所以呢 再乘以这个 4P3 就答案出来了 A A答案出来了 OK A是他的答案 第十题 工厂的废品率是18% 如果随机从工厂中抽10样 呃 产品 恰有两个飞品率的 概率是多少 OK 所以这个飞品率 也就是说我这个应该用Binomial的一个做法啦 我抽10个里面我要有两个飞品率的 的的概率来讲呢 我的飞品率是0.1 两个是飞品 有9个是好的 走这个按计算机就可以了 呃 10C2 乘以0.1的平方 再乘以0.9的8之方 按出来0. 0.1937 答案是B 0.1937 再来看第十一题 图E所是我的N是北极 S是南极 欧是中心 PQR 是三个点 其中PR是同尾圈的直径 因为这个跟这个是直径的样子 嗯 PQ在 同一条直五线 我们知道Q是45度S 60度E 的话 PQQ是80度 所以我们先画一下 这个Q在这里 他讲说 他是45度S 对 45度S 是啊 然后60度E 这样如果是同一个 同一个直五线 这样这个QP P来讲呢 应该也是60度E 然后呢 像他的夹角是80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应该是80-45得到 35啊 35度North 给R 应该是正对面的意思啦 给R是正对面 所以他应该也是35度North 但是 但是 他是正对面 所以这个是60 这个应该是120度W OK 所以三个位置我已经讲出来了 现在还要问的是P 如果去R 他的这个最短距离是什么 好 最短距离明显的就是从这一边 绕到去这一边 这里是35度 这里也是35度 加起来70度 180-70度等于110度 110我乘以60就是他的那个海里了 然后0066 6600 答案是A A 答案是A 我们看一下答案对不对 这一题 我来说 不会算 我也不会算 这一题B 也没有什么好解释 对他他他这里 完全没有给你那个解释方法 OK 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去想的 第九题 A 要穿插法 给我了你这个图给你知道 还是穿插法 再来这一题 Binomial 这个公司 按计算机 得到B 这一题 660 A 然后这个 啊 就是这里去 35-35 减减70 得到110 OK 就用这个方法 好 加把劲了 我们还有20分钟 还有9题 我们看一下 可以做的完 做不完 我们下个礼拜再讨论了 好 再来第12题 CTA是第三向线的角 第三向线 我们的第三向线是123 这样子算的 1234 这样子 第三向线的角 cosin CTA等于A cosin CTA等于A 也就是说这里是A 这边是E 的意思吧 所以这一个呢 是1-A平方 负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了 好 所以cos CTA加5Pi 除以2 5Pi除以2是多少 5×180 除以2 400 450 我们减360的话 是有90的 所以他相等于90度加CTA 90度加CTA来的 所以即便我不变正负抗向线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就会得到负 即便我不变会变成SIN CTA 注意哈 我的A的值啊 是有包含负 的意思在里面的 OK so 当然 anyway 我们打SIN CTA 放进来 你会发现到 它是负负得真 根号 1-A平方 嗯 应该是这样子 说我们的答案是C啦 C C 让我想一下 应该对吧 应该是对啦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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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加90度在这里 Cosin的值是正的 对啊 对啊 OK 好 这样子了 好 再来看第13题 瑞角 我们要找瑞角满足这一个方程式 25SIN平方CTA加SINCTA-24等于0 如果你把SINCTA当作是一个位置数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我们可以按计算机 可以 按计算机找一下 他的 因此分解会怎样 但是感觉上25 这是1 这是-24的话 啊 这个会得到 25SINCTA-24 是 另外一个呢 等于负一也就是SINCTA加一等于零 所以我们得到两个子啊SINCTA等于24 除以25 或者SINCTA等于负一 这一边我们可以得到 啊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什么了 呃 因为这个肯定是不是瑞角的 因为他讲说瑞角 CTA 因为SINCTA等于负一的话 应该就是 呃 200 270度吧 哦 270度 所以这个是270度来的 这是不符合 所以我们知道SINCTA等于这个的话 我们要怎样知道COSINCTA等于2 COSINCTA除以2呢 当然有最尖臭的一个做法啦 因为我们可以按计算机嘛 对不对 我先教你们尖臭的做法 哎 sorry 哎 尖臭的做法 我们算系塔 我们按UPSIN 24 over 25 我们找到了SINCTA之后我们再除以2 我们再把COS放进来COS ANSER 你就会得到 5分之4了 做答案是A A答案是A 但是这个方法为什么还讲尖臭哎 因为如果是做答题的话呢你这样子做 老师就通常一般来讲呢就跟你讲说哦 不找出COT的情况下 所以你一看这样子按计算机的这个做法好像你会点不正同样子 而且这一题他其实是想要说用 半角公司我们的半角公司怎样啊 不太记得了 半角公司是COS2CTA等于 2COS平方CTA减1 这个拉过去就加1 再除以2 所以这个CTA变成CTA除以2这个就变CTA 明白啦 所以它是根号 COS1CTA加1再除以2 OK 这样子 所以你讲哎但是我只有3CTA哦没关系我的3CTA是24 25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7啊 所以他个COS1CTA呢其实是7除以25 加1再除以2 这里其实是放正负 但是你要知道我的瑞角除以2没有理由 我会去到其他的项线啊 他还是一定是瑞角 所以这题啊 他的 他的正 我讲正确了 正确 他要你的做法是 7 25再加1 OK 再除以2 然后呢再开根号 OK 就是5分之4了哈 所以这这边呢 那即使你用手机计算也是可以算出来 好 不是说一定要用计算机的 OK 第14题 第14题 如图二所示 A,B A,B 除以至于A,O B,C,除以至于B,O C,D,除以至于A,O 如果B,A,O,B等于A,B,O,C等于B,O,C等于E 请问O,D的,A,D的长啊 A,D的长是多少 A,D的长 然后用alfa variance 阿贴 这个好玩哦 OK 我想一下 OK OC是E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OB其实是cos beta 对吗 然后呢 OA的话呢 就是 跳到有点快了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cos beta 是等于OB 除以OC 因为OC是E的关系 所以OB等于cos beta OK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OA 我们算OA 那我们的cos alpha 就有 我们的cos alpha 就有 OA除以OB 所以我的OA呢 因为OB是cos beta的关系 所以OC就是cos alpha 乘cos beta 对吧 OK 所以我们在看OCD的这个大三角形 我们就有cos alpha加 beta 就等于OB除以OC 换句话呢 我的OB因为OC是E的关系 我的OB呢 就是这个cos alpha加 beta 那cos alpha加 beta呢 我们是有一个叫cos 我们是有一个叫cos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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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三三的一个情况 Cos 减 三三的情况 所以我的 DA的啊 它要找DA DA 就是OA 减 OB 就是这个减区这个就会得到这个跟这个区调就会得到减减变加 Sign alpha Sign beta OK Sign alpha Sign alpha Sign beta OK 这一题应该还行 还行 第15题 第15题两条直线的 的距离来讲了一定要是平行线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距离 如果不是平行线的找不到距离的 因为我的每一个位置如果是两个交叉线他距离在哪 这里距离为零这里焦点的位置距离为零然后越远离越大 所以根本找不到距离的 如果他给你两条直线的话那个距离一定是也就是说这两条线一定是平行线 那我要把它弄成 看出来像平行线 所以我第一个呢我先整理变成 我先把 我感觉上先把第2个先整理一下 3Y 减 6 6 等于2的话 我全部把它放去一边 就是6x 6x-3y 加2 等于0 OK 另外一个方程式是 2x- 等于7 我们把它丢过来 就是 2x- y-7 等于0 但是我要找这个 距离啊 我必须要把那个 系数呢 相对 所以我就要乘以3 等于6x-3y 7 321等于0 然后我就可以套公司了 那个公司是这样子的 c1-c2的绝对值除以 更号a平方加b平方 这个就是它的 距离 那c1我可以讲说这边我用2 减去-11 -21 所以就加 21 然后呢用6平方加3的平方的开根号 OK 所以这边是 23 339 663的6 36加9 等于45 45 45是 96 9545 9可以拉出来 所以是3跟号5 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理化的话呢 就会是等于 23跟号5 除以535 有没有答案 有啊 答案是东西 OK 答案是东西 我们再看下第16题 如 若直线 2x加3y加3 跟号13 等于0 和这个 圆 圆 相切的话 请问k的值是多少 因为这个圆的圆星其实在于零零 我们知道如果我要跟这个 直线将切的话 直线将切的话 我的这个圆星到直线的距离一定为半径 OK 这一边他的半径其实是根号k 啊 根号k 是等于 呃 x等于零 等于零放进去 这个直线方程 就会得到 3 根号13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2平方加3平方 OK 然后这一边是24339 9加4等于13个这个可以去掉 所以k是等于93的平方 OK 所以如果你选3的话呢就是忘记开加平方了啦 说答案是当机 不会太快啊 因为半径是x平方加y平方加k平方 R平方 所以在这边他的半径其实不是k 半径是k的 开根号 OK 所以我们这边要放根号了 如果你放k你就是算到3就错了 OK 所以这个公式呢我是把直线 呃圆形到直线的距离 我们把这个放在上面 但是因为x等于零 y等于零所以我就去掉了剩下这个 然后呢除以这个的系数的平方加这个的系数的平方 所以这个是点到直线的距离的公式来的 时间还行吗 时间还行吗 我说说到第一题了 第七 17题 做完一整面了 比较好 OK 所以这一题啊 Limit x 去向于1 这个我就不再一直重复写了好 我们来处理一下后面 x平方减3x加2 减去 x平方减4x加3 那你会发现到了这里后面应该都会有x减1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才会变成了 呃两边都有那个 都放1进去呢会得到无限大 都会放变去0 所以这里应是分解我会得到x减1x减2 那这一边的话呢是x减1x减3 对 然后呢我再进行通分的话呢 就有 x减1乘x减2乘x减3 交叉成这个x减3过来 这个x减2乘过来就是 2x加224 这里稍微减一减呢就会是等于负x加1 呃抽x出来的话呢就会 跟这个越减 所以最后呢我不重写了 总之这个跟这个可以越减然后有一个负 最后我会有x减2 x减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带1进去了 对不对 我带1进去这里是负1 我带1进去这里是负2 给负负得真 这里还有一个负所以是负二分之一 但是 A OK不会太乱了 你可以自己 自己去写美丽一点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有点 太过rush了 我没关系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答案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2题 第12题 答案是C 给正确 但是C正确 再来第 13 提 答案是5分之4 也对 啊 这个是不符合的对吗 这里有写到 再来第14题算到的是B 也对 第15题算到了是 东西 很好 第14题算到是9 可以所以这个是 啊 我觉得这是 陷阱太太远 一般来讲 我会是K 就是X平方 叫Y平方 等于K平方 然后你 就是他特别 陷害大家 OK 再来最后第17题 得到负二分之一的啦 所以这里会写的比较美丽一点啦 啊 负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尽量先解到这一边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解完他 啊 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 可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